现在遭到了网路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质疑 根本论文 假的啦 好 彭文正还被依照加重诽谱罪来起诉了 稍早哦 彭文正接受了我们台的主播徐甫专访 套路说 嗯 他的手上握有关键的证据 随身碟 而且随时等着摊牌 来听听他最新说法 这个随身碟呢 是我们宇宙政经学院在海外的同学 群策群力 出钱出力 在过去一年半中 特别是最近的两个月 因为快要收网了 所以加紧的把所有 汇集来自各方的证捂 如果把它印出来A4的纸的话 应该超过300页 还有包括影像 有300页 对 还包括影像 跟这个图片 但是我说这些档案如果全部摊在阳光下 我觉得你会看到总统府顶楼上空的直升机 冉冉升起 有人要逃亡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还没有进入证据调查 这就是台湾司法可悲的地方 不管是北柬的也好 不管是台北地方法院的也好 好不容易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个卓裕选法官答应我们可以 寒调寒寻英国伦敦大学 然后愿意让我提出问题 结果到今天呢 哎我们才发现 这个寒呢转了一圈 被外交部挡下来 最后我们去月券看到 说寒调的已经回来了 结果我们一看 回来的是那个张敦寒的问题 我们的呢一个也没回答 所以这个完全让我感觉到这个 有种被庄孝伟打的 这个予告 打电话 我们下一次 如果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